半個車道都被佔據 一輛大貨車卡在棋樓屋簷 招牌全被他撞爛了 前方還有一輛白色轎車 車頭車尾更是被擠到變形 擋風玻璃整片被撞破 只差一點點 大貨車就可能往店內衝 還好車子被鐵皮屋頂卡住 只是撞擊力道之大 桌子被撞爛之外 就連電線桿也被撞斷 整根傾斜 造成周邊上百戶停電 好幾車的台地人員 甚至動用吊車暫時把青島的電桿 稍微扶正 等待機具進行更換 而事件發生在嘉義西區 25號下午一點多 如興大貨車駕駛行經北港路時 疑似恍神 車子往右偏離車道 追撞停在路旁的三輛四小客車 再撞擊電桿和檳榔攤的屋簷 還好被撞车 當時駕駛並不在車上 但這一撞 電線桿斷了 造成周邊234戶 全無電可用 因精神恍惚 置車身 向右偏移 經警方酒車值為零 駕駛 駕駛沒酒駕 一次疲勞駕駛 發生連環碰撞 雖然沒有造成人員受傷 但一連三輛造車被撞爛 加上店家招牌 梁柱修補 還有電桿的維修費加一加 這維修費用恐怕相當可觀 TBS新聞紀鑑赫恩嘉義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